禁忌的巨人完结了 总体来说139话算是一个团圆结局 除了艾伦牺牲之外 所有巨人都变了回来 巨人之力从此消失 废话少说 下面就聊聊139话 大家比较关心的点吧 一是艾伦将同伴推向了对立面 139话一开始 是童年的艾伦与阿尔敏之间的对话 艾伦解释了 当初顺制三例是奴隶 全打阿尔敏 是想把他们推向对立面 然后阻止定名 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 果然最了解艾伦的还是莱娜 莱娜早就看穿了一切 在飞机上就说过 艾伦是想我们去阻止她 二 吃妈剧为何不吃小贝 在完结片中 艾伦带着艾伦重走了路 类似于吉克与艾伦之前的做法 在这些回忆中 有一段是关于吃妈剧的画面 当时小贝利用超大剧 踢破城门后 吃妈剧正好出现在他身边 但是吃妈剧选择了无视小贝 直接走向了艾伦的家 从艾伦和艾伦的对话来看 这里应该是尤米亚选择的结果 只是由艾伦的嘴说了出来 因为小贝此时还不能死 作为结果艾伦的妈妈被吃掉了 三 艾伦操控了艾伦的记忆 艾伦是什么时候与艾伦见面 从艾伦被压力唤醒的画面 艾伦与艾伦见面 发生在巨人131话 当时小艾伦的一个呼唤 把艾伦带到了尤米亚空间 只是艾伦在通道中 只有一闪而过的画面 因为他与艾伦的这些对话 以及艾伦的真正目的 都被艾伦消除了记忆 这些记忆 在艾伦死后才再次回到艾伦脑海 四 巨人之灵从世界消失 随着艾伦的牺牲 三丽抱着艾伦的头 献出了深情一吻 正是这个吻打开了尤米亚心结 尤米亚等了2000年 希望有人能够将她从痛苦中解脱 而尤米亚等的人 知识三丽 随着尤米亚心结被打开 巨人之灵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之前变成无垢巨人的假币科尼他们 全部都变了回来 那些拥有巨人之灵的智慧巨人 皮克 法尔克 亚尼和安娜 都变成了普通人 虽然13年寿命的诅咒也随之消散 值得补充的是 迄今为止所有的结果 都是尤米亚选择的结果 是尤米亚引导所有人 到达了这条路的终点 艾伦也说过 在获得始祖之力后 自己的思想变得很奇怪 他别无选择 只能选择前进 只能选择地命 包括艾伦吃妈剧的行为 只是为了尤米亚 最后能够见到三丽的那个吻 5.尤米亚深爱着初代弗尼茨王 尤米亚是一切故事的开端 村庄被弗尼茨王所毁 自己成为了奴隶 被割去了舌头 放走猪后又被挖去了眼睛 但是尤米亚获得巨人之力后 依旧选择继续服侍弗尼茨王 最后甚至为他付出了生命 这都是因为尤米亚深爱着这位人渣 至于尤米亚爱的开端 则是他看到弗尼茨王接吻的画面 饱受时间折磨的尤米亚 觉得这是他能够见到最美好的事物 从此之后 尤米亚期待被弗尼茨王爱 期待着弗尼茨王的吻 只不过 即便到了尤米亚生命的终点 这个冤枉都没有实现 尤米亚的故事告诉我们 远离渣篮的重要性 不然世界都有可能被毁灭 6.兵长右眼失明 在巨人消失的争气中 兵长见到了曾经调查兵团的同伴 兵长也完成了他对阿尔文团长最后的约定 砍猴 这就是你们献出心脏的结局 兵长说道 此时所有同伴都向他摆出了献出心脏的动作 但是 这个结局 真的是大家想会见到的吗 《决战》片中 兵长应该是最受伤的角色 因为即刻引爆雷冠 兵长身不重伤 站立损失大半 手指还少了几根 之后为了救颗粒 腿又被蛇具给咬蛇了 以战斗为生的兵长却成了残疾 只能在轮椅上受人照顾 有意思的是 照顾兵长的人并不是柯里让他们 而是甲壁和法尔克 可能创作想要表达 兵长已经接受了新的生活了吧 顺当一提 甲壁长大之后 还真是美女一枚爱了爱了 7.战争没有结束 艾伦的结局 从他开始发动地鸣就注定了 不管是怕岛 马来 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牺牲成为他唯一的结局 只不过 在后艾伦时代 帕岛与世界将怎么共存 又将成为新的问题 虽然艾伦消灭了八成人口 马来的底蕴绝非怕地岛能够比拟 只要还过神奈 帕岛又将陷入危戒之中 为了防止马来报复 帕岛空前团结 主战的耶格尔派 实力与日俱增 为了生存 只有战斗 战斗 战斗 西斯特尼亚女王 依旧选择和谈 请求阿尔米来了他们 去与世界谈判 艾伦为了同伴 为了帕岛 牺牲了这么多 自己没有理由再逃避 毕竟 他是不惜与世界为敌 也要救下艾伦 世界上最坏的孩子